1月16日 世界经济论坛在中断两年后 重新现身瑞士达沃斯 据悉 本次达沃斯论坛的关注点降 围绕地缘经济风险 主要涉及全球能源安全问题 美国在芯片等先进科技方面与中共的脱钩 以及台湾潜在冲突造成的威胁 首先 即使在西方国家制裁下 俄罗斯持有仍有印度 中共国和土耳其等买家 俄罗斯可以选择完全切断供应 对石油市场造成严重破坏 这导致去年通膨飙高的现象重演 今年的暖冬帮助欧洲缓解了严重的能源短缺 欧洲各国可降低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 不过 2023年各国仍有可能争抢稀缺的液化天然气资源 其次 在科技领域 过去一年来 美国拜登政府动用了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各种工具 阻止中共购买或制造最先进的芯片 同时 政府为美国的芯片产业 推出了52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 希望吸引制造业 回流美国 前美国需要盟友的多方面配合 让这些限制发挥最大的效用 目前 台湾在芯片制造方面的重要地位难以撼动 未来半导体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将取决于半导体制造厂的建设地点 如台积电可能在新加坡和日本建厂 英特尔最近在越南投资 以及富士康及其合作伙伴在印度的计划等 最后 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造成的台海僵局也涉及经济层面的问题 台湾对全球的各种供应链相当重要 供应链一旦出问题 可能引发庞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果发生台海战争 各国除了要考虑对中共的制裁 也要考虑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